對 耶 鴨皮 有 那愛心的調味 甜甜狀在裡面 那幸福的滋味 有在料理甜甜圈 歡迎收看 料理甜甜圈 我是香噴噴的主廚香師傅 我是聰明愛飯文的小廚愛子 愛子 我問你 你知道吃魚有什麼好處嗎 吃魚可以幫助你的大腦變聰明 那你喜歡吃魚嗎 很喜歡 你喜歡吃什麼魚 我喜歡吃鮭魚 鮭魚 好 那吃魚除了可以變聰明之外 還有什麼優點 鮭魚還有其他營養喔 當然有囉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一位 專業的營養師來告訴大家 魚到底有什麼營養呢 那我們一起來歡迎 謝宜芳老師 歡迎謝老師 歡迎謝老師 宜芳老師好 老師好 大家好 看到宜芳老師是覺得好親切喔 每次她在那個節目上講什麼營養的時候 我們都很注意聽喔 對 那你現在很注意聽喔 你喜不喜歡眼睛漂亮 喜歡 喜不喜歡眼睛大大亮亮的 那就要吃鮭魚了 因為鮭魚是護眼食物 它除了可以變聰明還可以護眼喔 對 它最主要護眼是因為它裡面有DHA EPA 那叫多元不飽和脂肪 所以好複雜的名字 不管哪 你就記得DHA EPA 它能夠讓我們眼睛的視網膜 發育更好 所以對小朋友 尤其是發育中的小朋友 一定要多吃鮭魚的話 眼睛才會發育得更好 這很神奇的功效耶 是 難怪很多爸爸媽媽都會喜歡 小朋友多吃魚 還有愛子本身就會喜歡吃魚 那今天除了魚之外還有什麼東西呢 很重要的也是護眼的 什麼節的時候很多 然後可以變成公主的 變成馬車的 那就是南瓜 對 還有南瓜耶 對 南瓜也是護眼的好食物喔 那為什麼護眼呢 等一下會告訴你們 好 那今天要做出什麼料理呢 好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料理呢 鮭魚 南瓜 燉飯 聽起來就好期待喔 好好吃喔 護眼喔 那我們趕快來大廚師 請上菜 老師今天需要哪些食材呢 好 我們需要食材有哪些呢 有白米飯 還有我們今天主角南瓜 還有你喜歡吃的鮭魚 還有青江菜 還有我們可以做調味料的鮮奶 還有葡萄乾 奶油 可是沒有什麼調味料耶 好厲害 沒有什麼調味料 等一下你就知道為什麼不要用調味料 因為我今天要給小小朋友吃 就給你的小孩 就給你的那個弟弟妹妹吃 更小的小朋友 對 更小小朋友 大概三四歲的小朋友就好了 不要 不是給比較大的小朋友 所以很多東西的做法 跟一般的做法比較不一樣 就更小心 然後我們先把鮭魚拿下去煎 好 在煎的過程當中 來 我們要教大家 什麼的青江菜 這邊的話 我們要把葉子跟分開來 因為小朋友梗子 為什麼啊 對 因為小朋友 小朋友的牙齒 我們要特別注意 這樣是不是就很細了 很細耶 對 好像蔥喔 對 好 好 那葉子還要嗎 葉子當然還要 好 那葉子怎麼辦呢 沒關係 葉子的話等一下捲一捲 捲一捲 你用有沒有小剪刀 小剪刀 用剪的 好 剪很小就對了 剪很小 那你在剪的過程當中 我來處理這個魚 我們還是鮭魚要慢慢煎 然後最好 要熟 然後要不斷的煎 不斷要把它的 倒成泥 愛子 你知道青江菜 有什麼營養嗎 青江菜 為什麼老師要用青江菜 我不知道 青江菜裡面含鈣質 非常豐富喔 因為小朋友如果多吃鈣質的話 會長得更高啊 有時候媽媽說 愛小孩子不愛喝奶 沒關係 我們用青江菜 一樣很豐富的鈣質 而且青江菜裡面 維生素A含量特別多 A最後會變成什麼呢 會過我們眼睛 所以青江菜也是個護眼好食物 而且如果說家裡阿公阿嬤 要吃青江菜的話 可以預防老年性狂斑病變 哇 功效好多喔 功效好多喔 功效好多 對 真的 而且它是有鈣質的素材 對 鈣質的素材 你看我們現在就把魚骨頭 跟魚拿掉 剩下鮭魚的肉而已了 對 沒錯 那謝老師 我想問你喔 如果魚啊熟絲 跟生吃 跟生吃有什麼 當然囉 生吃的話呢 裡面DHA EPA 真的含量比較多 比較好 可是呢 小朋友不能吃太多生食 因為小朋友腸胃道 還不是發育得很好 所以太多生食的話呢 容易拉肚子 所以也容易感染 所以我們不建議小孩 小朋友吃太多的生魚片 但是大人的話呢 因為他腸道的發育比較完整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好 原來是這樣 又學到好多的姿勢喔 對 水滾囉 水在趕你們囉 水在滾喔 對 快點囉 馬上來 好 做小朋友的菜真的 要費心 很用心耶 對 要許多的耐心 你看喔 老師已經把炒好的鮭魚 煎好的鮭魚 放在碗裡面要備用囉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不要浪費 鮭魚上面的油很可惜 沒用掉很可惜 所以呢 我把它放在這裡面 對 我們用這個來燙青江菜好了 好 那我們要請向師傅 來 我來燙嗎 這麼少的水就可以了喔 對 我們不用太多的水 好 為什麼啊 因為太多的水 有時候它燙完之後呢 如果你太多水燙的話 它很多營養素反而會流失 對 是喔 是 好 看這青江菜這樣燙燙就好了 對不對 對 而且那個湯汁剛好就一片就好了 對 吸在裡面 等一下也有一點魚的味道 對 我們都不加油對不對 對 少鹽少油 很健康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呢 來 你有件事要做 喔 是什麼啊 這是南瓜對不對 對 我要南瓜泥 瓜成泥 你不要了 你不要了 對 那接下來呢 我們用著奶油 因為用奶油的話 小朋友比較喜歡香味 好 來 這些 我們就把這些南瓜泥 把它放上去 好 是 是 還有 還有 好 我們先把南瓜泥跟奶油這樣拌上去 讓它炒出香氣來 有沒有香香的 有耶 香氣出來對不對 有那個南瓜它那個 有點奶油結合的味道 對 小朋友是愛這個味道對不對 好 接下來呢 我要一點點的飯 一點點的飯 一點點的飯 好 可以給小朋友吃喔 所以我們飯不用太多 來 吃 飯好粒粒分明喔 對 這樣就差不多了 你喜不喜歡吃紅蘿蔔 我喜歡吃紅蘿蔔 很喜歡 你講實話講實話 不要騙我 不要騙我 還喜歡吃紅蘿蔔 那你是好少數喜歡吃紅蘿蔔的 因為很多小朋友跟我說 老師我真的討厭吃紅蘿蔔 可是爸爸媽媽都要煮紅蘿蔔給我 討厭得要吃 那要怎麼辦呢 我說爸爸媽媽你腦袋換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紅蘿蔔的營養跟南瓜營養都一樣 是的 所以不是紅蘿蔔沒關係 我吃南瓜 一樣的道理 這時候我們要放一點點鮮奶 好 這時候就要工夫了 來 工夫喔仔細看 對 變成南瓜牛奶耶 變成糊味 對 那個飯慢慢把它汁吸掉了耶 吸掉的 對 這才好吃 變跟粥一樣 對 那外面一般人家都用鮮奶油 可是我覺得那是不健康的 為什麼啊 因為鮮奶油的話 畢竟油太多 用鮮奶油的話 還可以補充鈣質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其實還可以再加一點點飯 再加一點點 再加一點點 好 飯的顏色變好漂亮耶 對 你感覺這樣就很想吃對不對 對啊 好像焗烤飯喔 雖然是小寶寶的食物 可是我們卻很想吃 對 所以我們還是小寶寶囉 我們還是小寶寶 我們的胃都是小寶寶 因為南瓜裡面呢 含很多的β胡蘿蔔素 在我們身體裡面呢 到最後呢 會變成維生素A 維生素A能夠讓我們眼睛 其實我們說小時候 為什麼要吃魚乾油 就是這個道理 魚乾油呢 事實上就能夠幫助我們眼睛的 所謂的視力發育得更好 所以要一直不停的攪拌 不停攪拌 把它水收乾 然後我們順便要讓米能夠吸 我們鮮奶的甜味 我們就可以不用加味 所以都不用調味了 對 也不用加其他東西 因為鮮奶是甜的 所以老師真的好厲害喔 都選擇最有營養 可是又最簡單的 對 沒錯 然後看起來顏色配起來 等一下好像也會非常漂亮 很漂亮的 那我今天稍微改個步驟 我覺得我可以把葡萄乾 先放下去煮住 那味道比較能夠進去 我們利用葡萄乾 這樣能入味嗎 入味 對 所以料理就是隨心情變化來 對 實驗一下 是 老師做菜經常會隨心情變化 因為我們利用它葡萄乾原本的酸氣 又酸甜的味道 那放在這個飯裡面 好 感覺那個南瓜跟牛奶都吸進去 吸進去喔 好 接下來我們要盛盤囉 要盛盤了 對 好可愛的盤子喔 你幫我挑那麼漂亮盤子 對 好 接下來就換你們兩個創意了 為什麼當初在炒飯的時候 沒有放進去 沒有把這兩道菜一起炒 對 因為我不放進去的目的就是 因為放進去顏色第一個不漂亮 第二個讓小朋友有更好的食慾的話 應該把它分開來 對 看起來要色香味俱喊 你可以把鮭魚放一圈 放一圈 我再放一圈 放一圈 對 要三圈了耶 好 所以爸爸媽媽其實做菜跟小朋友一起 因為他們最後最喜歡玩創意 只要創意的菜呢 他就覺得那道菜特別好吃 真的 所以爸爸媽媽要放手讓孩子更好吃 而且要讓他們一起做 他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對 很有成就感 很好玩 很有趣 是 所以不是自己把盛盤的 真的 按照自己喜歡怎麼盛就怎麼盛 我覺得這個很像那個啊 高級餐廳賣的料理耶 是 你是要做什麼呢 要擺盤 小花 做一個小花有沒有 對 哇 這一道菜看起來真的很漂亮耶 大家來看一下 對 我們香師傅跟艾子 做的好吃的料理 這麼漂亮營養又健康的料理 叫做什麼名字呢 鮭魚南瓜燉飯囉 哇 完成了 完成了 太棒了 美味開動 趕快來吃吃看 一點調味料都沒加的喔 好 老師 飯裡面全部都是南瓜跟鮮奶的甜味耶 這道菜其實重要的營養在哪裡 它是鮭魚 裡面含DHEPA 然後呢 再來裡面有葡萄乾 那也有非桃胡蘿蔔素 其實都是固野的食物 所以通通固野食物全部放在一起 讓小朋友眼睛亮 然後呢 其實大人也可以吃 對啊 趁老師在講的時候 已經把它吃光光了耶 其實我覺得食物啊 最好吃的就是它原來的味道 對 對 就是沒有加調味 其實啊 我常常啊 在那個超市遇到老師 然後我就跟著老師後面 看他買什麼 然後跟著他拿一樣 保證營養又健康 對 跟著我買菜來都有健康 然後我知道什麼東西可以買 什麼東西不能買 當我不放 我拿在手上 趕快去拿一瓶 你就不要買 然後放在我的膽子裡面 就趕快跟我一起買 就對了 對啊 不過今天謝謝老師 做了這麼好吃的料理 給我們吃喔 謝謝謝謝老師 謝謝 對啊 想知道 怎麼樣用很簡單的方法 就做出營養100分的料理嗎 記得要準時收看我們的 料理甜甜圈圈 下次再見囉 拜拜 那什麼時候還要再去逛逛 我們跟在後面買 好 消失火 謝謝 謝謝 kitchen 我們拍電子 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